大家好,我是牛小舍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凉拌虾仁的做法 这样做好的虾,肉质紧实,抠弹 清淡营养丰富,酸辣好吃又解馋 先准备提前解冻好的大虾 把这些虾都处理一下 从虾头开始数第二个关节处 用牙签挑出虾的虾线 然后给虾开背 这样处理的虾会更加容易入味 准备一根小葱切成长段 准备一小块的生姜切成片 下来锅里倒入凉水 再加入切好的葱姜 加入料酒去腥味 锅里的水不需要烧开 然后把洗干净的虾倒进锅里面煮 这样用温水开始煮了虾 肉质不会变老,口感更好 干锅盖煮 等锅里大火煮开的时候就可以关火了 然后用大漏勺把虾全部捞入冰水里面 浸泡一会儿 这样虾肉会更加的紧实 抠弹 再切点需要的配菜 取一小块的洋葱 全部切成丝备用 洗拔的小香菜 全部切成小段 洗三个小米椒 全部切成小圈备用 切点小葱花 准备几个蒜 用刀压扁 再全部切成蒜末备用 切成蒜末备用 切成蒜末备用 切几片柠檬 顺便把柠檬上面的籽去掉 虾浸泡好后 再把虾壳剥掉不要 剥好的虾仁放入盆里备用 下来开始调味 盆里放入切好的香菜和洋葱丝 还有小葱花和小米椒圈 加入几片柠檬 再加入蒜末 然后倒入剥好的虾仁进去 加入小勺的盐 再加点白糖提鲜 加点生抽进去 然后加些米醋进去 再加入少许的香油 直接用手抓拌均匀 搅匀后放冰箱里面冷藏 腌半个小时 这样虾仁会更加的入味好吃 然后把虾仁舀入盘里面 好了咱们这个两拌虾仁就做好了 这样做好的虾仁肉质紧实抠坛 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虾的营养和鲜味 清淡营养酸辣入味又好吃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见 了